有个朋友跟我说 他说这个 他留了言 他说这个福州全程拉响警报 你怎么看 这个福州拉响警报呢 算是有历史了 那么福州自己人说 历史上 全程拉警报 有几个重要的节点 譬如说日本人来了 拉警报的当天 不仅是飞机轰炸 而且事实上福州就被占领了 然后为了纪念 这个屈辱的日子 提高人们的防范意识 记住国耻 福州 4月21号拉警报 作为一个提醒 其实这个49年50年也经常拉警报 50年一年被炸了三回 那是当时国民党空军 那么现在拉警报 吓唬谁呢 纪念吗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如果台海之间 继续这样搞下去 迟早有一天 拉出的警报就不再是演习了 西胖 在福建 盘踞的时间很长 他一直认为 他对福建很了解 能管得住 能够得着 他还有一些 培养起来的干部 那这个能管什么事呢 可以这样说 当他选择战争 他就会知道 你可以选择什么时候开战 但你 无法选择 什么时候结束战争 叫嚣战争的人 往往上了前线就料了 因为他们只知道 在指挥 在布置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战争意味着什么 苦难不仅仅是 人民的 你譬如说 二战的时候 共同瓜分了 波兰的斯大林和 希特勒 他们挑起了二战 但事实上 希特勒吞枪自尽以后 斯大林也没得好死 我们看到一部电影 是关于斯大林之死的 当他濒临死亡的时候 一个曾经 让每一个苏联人 闻风上胆的这个名字 真实的晚年 不比他曾经囚禁起来的 列宁要好多少 躺在地毯上 没有人去管他 大家都在想 他是不是会真的死 那不会真的死 也得把他闷死 是吧 每一个独裁者 最终的结果都差不多 现在我们看到 外界 国际社会中 许多国家都在探讨 是不是应该 对中共 实行更多的压力 连德国都派出了海军 参加南海自由航行 习胖还在研究 怎么打台湾 美国人其实也在研究 而且提出预警 未来六年 对台湾 是相当危险的 这个危险就仅仅 限于台湾的 两千三百万人 确实对整个中国 这种威胁 都是真实存在的 因为这个政府 他没有能力解决 外面的问题 他就只能 不停地折腾 在他管束范围内的人 澳门不说话 香港人说话 他们要把他打趴下 台湾一直认为 可以通丧 但是不能取其 所以现在面临的选择 就很有限了 是吧 他在拉警报 他在制造恐慌 他在 用一个一个的势力 告诉台湾 你要听话 实际上今天的这一切 原先 我们就猜到过 协胖上台以后 就一直在提 他不放弃 武力统一 到他没路可走的时候 他会选择 用统一台湾作为一个 塑造他 永久执政的一个必须 因为他要完成 他心中的梦想 他不停地说 他要居安思维 甚至还创造出一个 国际 局势的走向 就是西方社会没落了 他代表着东方 他要站起来 他简称叫西匠东森 为了迎合这种说法 中国社会中 有很多大嘴巴 不停地在帮他 炫耀 中国的成功 让整个世界 都来看一看 已经没有人 可以治得住他 所以你看到 今天他在 佛州拉墙警报 未来呢 整个东南沿海 他都会让你展开 好像他有赤无孔一样 把东南沿海都打烂了 他也不怕 因为 他认为他在北方 他很安全 他离俄罗斯最近 他认为 普京已经给他 收买了 南方呢 南方都是一群 不服管的人 事实上 事实上也不是他的势力范围 打烂就打烂 所以他并不怕 你不要认为 他心中 还会寄过这东南沿海 一旦中国陷入战争 这些 复数的地区 会成为一种负担 其实在他的负典里 没有 他不会考虑这么多 按他的说法 无论中国 走什么样的特色道路 我们搞的都是社会主义 如果说把国家搞得很好 搞得很强大 但是中国共产党的 执政地位失去了 那有什么意义呢 实际上他一直是这样想的 他根本不在乎 他有支持他的人 支持他的人 主要集中在北方 所以他根本就不在意 打烂东南沿海 他总是要试一试 要不他跨越了这个十年皇帝 谋取第三任期 甚至永久执政 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杂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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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轻转给你